嗓子甘痒有痰 咳不出咽不下 是谈气堵呐了 打通就好了 总感觉嗓子眼里有痰 咳不出咽不下 时不时的想清一清 有时候嗓子还老是甘痒 控制不住咳嗽 这些可不是支气管炎 而是咽炎 前段时间有粉丝给我发信息 说是老是感觉嗓子眼里有东西 好像黏在那了一样 上不去下不来 还老是一样 一样就咳嗽 有网上一些关语谈多 老是可白谈西谈有支气管炎的文章 感觉上面有些症状跟自己相似 就自己去网上搜原方开始用 但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不管用 就想找我看看是咋回事呢 回看发现他这情况根本不是支气管炎 而是慢性咽炎 这两种病虽然都会导致咳嗽 但咽炎症状比较少 基本就是嗓子眼 嗓子眼里好像有东西堵住 时不时的想干呕 而支气管炎还容易出现咳痰痰多的情况 而他呢明显是咽炎 也就是常说的霉盒气 原因就像他说的那样 是痰气堵在喉咙了 这痰呢其实是可以随着气肌流动着 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气肌出入有序 但如果心情不好 肝气淤质了 气肌升降出问题了 气肌就会上泥 带着痰来到我们的喉咙 因此你会发现 这种有霉盒气的人心情通常都不好 而且容易出现胸闷 胸邪胀满的情况 果不其然 在后面的问诊中发现他确实因为压力比较大 心里总感觉有块石头压着一样 像这种调理起来就很简单 既然是肝气淤质 气肌上泥 那我们把淤质的地方打通 让气肌正常流动就好了 所以给他用了张仲景治疗咽炎非常出名的方子 拌一下后补汤 然后根据他的情况 又加了几味疏肝解瘀的药 像是香服穿莲子之类的 那由于他最近嗓子也咳得比较疼 又加了一味结梗 他回去服用了医疗程后 跟我反应效果不错 喉咙里的痰好像少了很多 也不用经常清嗓子了 于是又开了一个疗程巩固 所以大家在平时用药的时候 一定要弄清楚自身情况 支气管炎跟咽炎虽然有些症状比较相似 但调理的方向却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啥我一直强调大家 如果不了解自身的具体情况 就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帮忙辨证的原因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